出门旅游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 哎呦 这泼喉已经弥漫了整个互联网了 然后回来呢 我就说我得 哎 着布一下 我看过我都错过了些什么 结果居然撞上了一个古墓派公知 这真是古老啊 想一想 我看到他的时候 还很小 也就是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扬 突然之间喊了一个口号 说哎呀 黑神话悟空这么红 大家都去打游戏去了 这真是中华文明的悲哀呀 他在这里喊着这个口号 真的是让我快要笑死了 中华文明确确实实面临过一些悲哀的时期 最悲哀的呢 就是英语智商 会说英语呢 就是人上人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漫长的大国 竟然以阳文为荣 真是耻辱呀 好 我们把这个古墓派公知给跳过去 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聊黑色的 猴子 来分析一下黑神话悟空的出海成功之道 有关于文化输出 中国人呢 理论上应该很熟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却感觉到很陌生 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呢 我们曾经经历过了很多次的低谷 这种低谷呢 就是不断的被外来的文化侵蚀和道观甚至形成文化殖民 这个阶段呢 次数有点多啊 我们可以稍微梳理一下 其实在我们漫长的文明史当中 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们都是作为文化核心的输出国来存在的 哪怕有的时候军事实力不那么争气 有的时候显得有点懦弱 国土呢也开始偏安抑郁 即便如此 我们依然是文化输出的大国 没错我说的就是若诵啦 就是哪怕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的文化也依然是非常繁盛的向外输出的 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 我们的文化开始萎缩 倒不是说立刻就丧失了输出的能力 而是文化输出 纯的文化输出变得非常非常的少 物质变得比较多 这个时期典型的特点 就是我们周边的那些自身文明体 不再向中国学习衣服了 对因为经过了剃发衣服 连中国人穿的衣服都变得奇奇怪怪了之后 周边的人一看中原的流行 哎呦这个东西我不跟 从这一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丧失了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文化宗主国的地位 应该说在文化领域里面我们说的话不好使了 而后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列强围攻西方文明道观的时期 所以呢应该说这又是一次更深的一个低谷 当时的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性的都会以西方的服饰 西方的妆容 西方的文化 西方的语言为荣 在之后 共和国建立 我们站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进行了去植民化的工作 这种去植民化当中就包括了很多对于西方的盲目的崇拜 对于西方文化符号的一次洗刷 然后同样的在这个时期我们对全世界事实上进行的是一次很大规模的文化输出 什么文化呢 就是革命的文化 当时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都在向中国人学习怎么造反 怎么革命 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老百姓当家做主 一直到今天 欧美的很多的政治界的人士都对整个中国的当年革命文化的输出 心有余悸 把那个时期称之为赤色的火焰啊 所以你说那个红色的什么浪潮来了 他们都直接一个干颤 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输出红色文化的时候 叫做王侯将向你有种乎 然后他们就很恐惧 因为真的对他的统治产生了影响力 但是后来我们不再输出革命了 于是呢 西方人所搞的经济型的这种文化绑定文化符号 就直接产生了大水漫灌的效果 应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 除了改善了我们自身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水平之外 同时也因为敞开我们的大门 招揽了好东西进来的同时 也飞进来了大量的苍蝇和蚊子 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借由着电影电视剧广告商品 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甚至还有一些学术上面的学术作品 西方文化 西方中心论 西方的审美 西方的话语 直接在中国占据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很多的人会觉得 你不会说英文 low ball了 你英文说的不流利 一定找不到好工作 所以这个时期整体上来讲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被他人进行文化输出的时代 那么这种过程在古墓派公知那里 这叫做沐浴自由之光 沐浴文明之光 这是大的进步啊 你要虚心 你要受教 你要学习最先进的文化 这才叫做自信嘛 这个是古墓派公知经常说的东西 你如果不敞开怀抱 接纳他人的文化 并且崇拜他人的文化 你就是不自信 这是特定的一个时期 那么这种时期他带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衍生品 就是中国人普遍性的会觉得自己不好 自己的文化不好 自己的祖先不好 甚至自己的脸不好 自己的血缘不好 所以呢 这个时期他会觉得 外来的东西都是好的 外来的血脉都是好的 一边说人人平等 另一边觉得混血儿聪明又漂亮 这都是文化丧失话语的主体地位之后 所产生的衍生后果 他对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处在经济上的 从属地位的话 其实也就这么熬下去了 毕竟我们赚的是别人的残根冷治 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文化 也是天经地义的嘛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这个样子的咯 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是一个生产型的建设型的民族 而且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 努力了数千年之后 构造出来了特殊的民族性格 就是不服输一定要把东西做出来 而当我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天天说你好 但是你看我都做出来了 你天天说你优越 但是你看我是不是成长得很快 于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和现实世界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和冲突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的诉求 滞后于物质 物质已经很先进了 但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精神领域里面还不够 还产生了普遍性的不自信 还产生了普遍性的觉得自己不行 可是我们的角度已经快要踩到别人背上了 还要觉得自己不行 这件事情很荒唐 所以文化的自信自立 文化独立 文化的去殖民化 文化的去西方中心化 就应运而生 或者说它已经变成了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刚需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的逻辑是没有办法自洽的 你不能一边说自己特别优秀 一边说自己特别垃圾 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分裂法 所以你会看到 近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创作领域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繁盛的 而且参与文化创作的人特别的多 有很多领域做的其实是很不错的 已经产生了一波大规模的出海 那就是网文领域的出海 这个领域也应该是古墓派公知 很不喜欢的领域 但是网文出海了 怎么出的呢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仙侠故事 然后近期呢 又通过各种各样的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短剧 大规模的就冲出了亚洲 走向了世界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哎呀好赞 哎呀好爽 哎呀好厉害 这种看上去不太高级的东西 其实它也是文化输出 因为你任何一个故事 里面都不可避免的包含中国元素 就会引发他人的好奇 引发他人的向往 这个东西就叫做输出 那么文化的话语权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你要是说它物质上面有什么用 那还是真的没有什么用的啊 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穿不能戴 但是文化上面的话语权可以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谁更优秀 谁说的话更算 谁说的东西你得听 在过去当西方掌握了绝对的文化话语权的时候 不管他说的话有多么的不讲道理 有多么的流氓 你都觉得应该听一听 应该尊重一下 应该想一想 我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反思派 天天都在反思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话你得听 这就是话语权 那么掌握话语权这个事儿 是不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这种努力呢 其实努力一直都在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把孔子学院开到了很多的地方 给大家讲知乎者也 给大家讲自曾经约过 还教大家什么包饺子 包粽子 贴窗花 放鞭炮 写对脸 写毛笔字 东西多得很啊 每年还要拍好多的宣传片 广告片 公益片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成果 好多的外国人友人 穿着糖装 写着毛笔字 厉害了 我们的中国文化出海了 实际上大家就知道的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今天演戏的时候 跟你写一个毛笔字 明天的时候 人家照样在酒吧里面喝起来 嗨 那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纯粹的符号输出 其实就是一种无效输出 所以这里牵涉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文化输出 什么是有效的 什么是无效的 这事很耐人寻味 什么样的文化输出是有效的 我们得看现在世界上面做文化输出 做的最好的美西方 他们当年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输出 是怎么操作的 解答了哪些问题 为什么它的输出那么有效 在中国远程养殖了那么多的智能生物 为什么他们能够让很多的中国人主动的润到海外去 然后觉得 我应该脱下我这一身皮 融入到他人的社会里面去 尽管别人一直在嫌弃我 人家的这种输出是怎么样达成的呢 我们看西方人搞了一些什么样的活 第一呢 他们从期末的开始 大规模的派了很多很多的传教士过来给大家讲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当然传教士干了很多缺德的事 但是他们核心的是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叫做上帝造人 上帝是在伊丁园里面 怎么样造了一个人 又怎么样抽了一条骨造了另一个人 又怎么样苹果 又怎么样蛇乱七八糟的这一套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 是不是依然是家喻户晓的 以至于说人是从哪来的呀 你第一个直觉 可能能够想到亚当和夏娃 也可能想到科学里面的人 从鱼从猴从猿开始 但是却要停一下 才能够想起来 女娲团土造人 要知道女娲造人 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是你却要迟滞片刻 才能够想到它 这个就是他人文化传输的一个巨大的成果 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叫做我从哪里来 我们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也会看到这样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救世主 有的是一些很普通的人 然后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 有一些人呢 确实天赋一禀 然后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 这种英雄主义 英雄形象的打造 了不起啦 我的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我是谁 这是个人形象 然后呢 他是不是还拍了很多的幻想影片 说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构造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的人生 以及说我们开拓星辰大海 跑到了什么星际太空 这样那样的游玩 这是什么 这叫做我往哪里去 所以你看 真正有效的文化传输 它并不是说 把我们家的牛仔裤 贴到你的脸上去 把我们家的汉堡包 甩到你的嘴边去 没有用的 他必须要先回答这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往哪去 完成了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事实上 你就接受了一整套的世界观 那么在这个世界观的架构里面 无论是牛排 红酒 牛仔裤 高跟鞋 他都是顺势而为 跟着就留下来了的 所以文化的传输 他不是把各种各样的符号 像撒零件一样的 画画画 往外的抛 抛出来的零件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构不成整体 没有一个故事 所以有效的文化传输 就是完整的故事 回答经典的哲学三问 把这三问解决了的东西 就是有效的文化输出 例如说我们几十年前搞的革命文化输出 他虽然没有回答我 从哪来 但是他回答了另外两个问题 我是谁 我要往哪去 这很重要 而后来的饺子文化输出 显然啥也没有 那么话题就回来了 黑神话悟空 有没有实现 这三个问题 是的 黑神话悟空 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 因为整个的黑神话悟空 他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他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我从哪来呢 哦 这个猴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他和其他地方的创世神话不同 很特殊 是天地日月缩照的一颗石头里面 蹦出来了一个猴子 我从哪来出现了 那么我是谁 孙悟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战天斗地斗战胜 他的这种独特的属性 非常鲜明的英雄的形象 就叫做我是谁 而之后呢 他成为了这样一个大英雄 这样的一个战斗力顶级的猴子之后 他开始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往哪去 所以他才会踏上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之路 无论这条道路是怎么走的 怎么曲折 最后得出什么结果 他事实上都在回答那个问题 我要往哪去 所以你看整个的西游故事 他事实上把这三个问题都囊括进去了 你不要管他回答的好不好 科不科学 显然一点都不科学 他是个智怪小说 可是呢 他答了 并且完整地凑起来了 于是这个故事 就会对人产生根本性的文化影响力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 他在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所传递出来的语言的符号 文字的符号 服装的符号 动作的符号 乐器的符号 甚至方言唱跳都会随之而输出 这就是符号 它会随着本体而输出 你不能够孤零零地把符号撒出去 作为一个有效的文化输出载体 黑神话悟空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攻击 我看了 什么样的攻击呢 你说他这个文化输出搞得不好 他的主创人员黑历史一大堆 根本就不爱国 压根就是个恨国党 做事做得一塌糊涂 而且那个里面那个剑膜脸呀 捏的都是西方人的脸 压根不是东方输出 这完全就是搞西方中心主义 其实这个批评是合理的 是有道理的 而且是真的 就是因为黑神话悟空 他在讲故事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中国 你看他讲了中国故事 可是他里面什么 腰有好有坏 神仙也有好有坏 本身就不中国 因为在中国的故事逻辑当中 腰要一直做好事 积累功德 之后才能够成为仙 而仙如果不做好事 变坏了 堕落了 他会回去成为腰 所以仙是不能坏的 腰呢 有一些好的 好的是什么 好的是在呈仙道路上的腰 所以在这种伦理价值观 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当中的话 他这个什么都有好有坏 显然是很西化的 包括那个猴儿 他的脸也确实是一个 西方白人的脸的骨架 可是能够怎么办呢 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矛盾是有主次有先后的 而在现在 我们这种长时间面临到文化道观 长时间的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文化输出的情况之下 文化输出就是主要矛盾 而文化输出做的好不好 是不是完美 则是次要矛盾 那么在这种概念之下 他做的不完美 他的主创人员有黑历史 屁股根本洗不干净 这些都叫做次要矛盾 而真正的主要矛盾是 黑神话 它真的能够产生文化辐射力 而且在西方世界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这些影响力在将来都会大有作用 它会让中国的话语在全世界产生更大的辐射的能力 我们说的话别人会更听 我们讲的事情别人会更信 这些事很重要 这是我们的国力上升之后 我们理所应当应该附赠的一些赠品 例如说之前是不是有很多的人 润出去了之后 他纯纯的就是想润 润出去了就想融入他人的社会 但是现在呢 你看润出去的人是不是也开始陆陆续续的 开始要打爱国牌了 想方设法的要论证一下 其实我润出去了是爱国 是吧 虽然说很狡辩 虽然说很多时候在说谎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这印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整体的实力上面不断的上升 所以他再怎么样 他也要想办法圆回来 他编 他也要编一个爱国的人设 他也要往回润 这个就是局面发生改变的一种表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浪潮之中裹挟的泥沙 我们的态度就应该是接纳他吧 必然有泥沙 不光是黑神话悟空里头有泥沙 而且之后各色各样出海的文化作品当中 依然会有泥沙 这简直是注定了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艺术品 所有的作品都是人创作的 而人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成长的 而这一代人他成长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阳光之下 所以没有办法 他天然的底层代码当中就包含了那些西方元素的东西 在他进行文化输出的时候 难免就会渗透在里面 所以能够做的事情是 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批评 做的恶劣的地方骂 但是不能够因此阻碍黑神话悟空的成功 也不能因此阻碍他的出海 不是说他做的不够好 他就不行了 我们必须要容纳他的缺点 因为这种缺点将长期存在 感谢观看 观看 постанов